你好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8月2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关心动物保护团体 这几天连续揭发国内贩卖野生动物的内幕 并且点名有台湾蛇王之称的黄国男 私下贩卖孟加拉虎 虽然黄国男他矢口否认 但是动保团体今天公布了一段电话录音作为证据 而台南县政府今天也赶到现场去稽查 结论却是查无违法市政 动保团体批评政府的执法态度实在太消极了 被动保团体爆出疑似贩卖保育类老虎 为在台南的农场业者黄国男大声喊冤 地方主管机关农业处也立刻派人前往稽查 结果并没有发现违法市政 不过动保团体指出农场的饲养环境并不符合动物的特性 本性喜欢泡在水池里的老虎 因为笼子里的水槽实在太小 被迫只能一只脚泡水 另外凶猛威武的黑熊也被关得眼神呆滞乱啃栏杆 还有黑熊低着头不断来回绕圈走动 在动物专家眼中 这些熊都有刻板行为 已经精神崩溃 但是主管机关认为 动物没有外伤也没有死亡 就表示饲养环境没有问题 这样的执法标准让动保团体很不满 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 自主虐待野生动物会被处一年以下徒刑 或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金 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加强执法人员的训练 也希望透过修法更明确规范 虐待动物的行为 才能让台湾的动物保育水准和国际统部 记者综合报道